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大家好,我是虫虫 虫子呢,今天给大家更新的这期视频呢,这盘录像是我一个反贼主视角的 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有名的酱油虫,有的时候玩玩就酱油了 有的时候就是糖盈,很少有活到最后啊 我一直坚持活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比较少的 除了我当主公,一般我很难活到最后的 那么今天呢,我这期是一直活到最后了,并且坚持到最后 并且带领我的团队获得了胜利 然后我给大家放一下这局啊,这局呢,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局 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可能会出现多出来一个反贼 或者大家看不清身份的这种孙策主公局 广告呢,这个依然要加的啊,金戈铁马的这个游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视频当中的这个信息链接 去看一下这个游戏它给一些免费的礼包什么的 是一个类DOTA类游戏 喜欢的一般都是男生比较喜欢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咱们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今天的这盘录像 这里边呢,其实就是跟大家说啊 每个人呢,他这个打牌的风格可能都是差,有所差距的啊 而且喜欢的武将可能也不一样 我呢,是一个装备流 就是我摸牌的话,无论我选什么武将,我经常会摸到大把大把的装备 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些玩弄装备的武将,比如说二章 灵筒,陈弓,陈弓,孙尚湘,这些我都很喜欢啊,我经常会找到装备的 好,这里边包括寒刀也是啊,我们看一下啊,孙策主攻局呢,就是反贼的这个原则嘛 就是说,可以选输出武将,输出武将不能包括像双熊啊,或者是貂蝉这样武将容易被大家忙去 而且你的发挥也比较有限 另外就是选这种空长型武将,因为我这位置离主攻医比较远 空长型武将像这个张和,灵筒,不练师 这些武将会让,包括寒当也是啊 他这个寒当算半个空长,差差距离什么的 他会让孙策非常非常的难受的 你就跟孙策拖,拖到后期,你就赢了啊 然后这里边呢,就是太史词,灵筒,寒当都是非常不错的选将 这里边因为我跟大家说了啊,我这个比较喜欢玩装备的 我就选了一下灵筒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局比赛 这局比赛呢,称哥呢,他就是不怎么选孙策主啊 一般都是非主流,经常会选选左词什么的 有的时候就会选选孙策 我说你这个左词还不选选孙策呢 反正就是都可能会被推嘛 然后左词有可能会被推,不要赌化身了 他这个里边选了一下孙策 没有进行一个盲剧啊 其实呢,看匠面的话 这个我们就简单的想一想哈 这个位置的祝容啊 反正,真姬就都挺像忠策的啊 然后张生华这里边 跳忠策,在我眼里他跳就是个忠策 红沙沙孙策 乐的话,或者说他跳了一个内奸 乐的话乐曹丕 那其实跳的是一个中内的身份啊 我这里给他再标个忠臣吧 先标我忠臣 这里呢,不练诗诗直接给我来录牌的啊 因为我们都是150级以上的玩家 也都打过孙策局 这样看起来他也是看到这旧容啊 真姬这都比较像这个忠臣啊 他就直接录给我了 把主攻牌录给灵统了 曹丕被乐,如果曹丕不被乐 录曹丕也是可以的啊 这里就是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啊 张生华呢,在孙策署工局 你当一个忠臣 因为张生华这武将吧 他有一个连营在这里 无论连营是一个威慑也好 或者是他真的能连营也好呢 他都是可以连营的啊 不打他,他就是白板 打他了,他就有可能会连营 好,然后这里边布连营实在找不了什么人啊 他就去打张生华了 真姬四手牌啊 打真姬也不是很大 我们看真姬拿什么 估计他能抢桃子吧 然后我们拿南蛮入侵 给布连营标个反贼啊 这里边我们一定要拿南蛮入侵啊 不能让在孙策主攻局啊 千万不能让AOE落入到主中方的手里啊 而且呢,就是娘娘这个位置选的真姬啊 很漂亮啊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偏重的啊 一个是你这个位置离孙策也太远了 你说你当顿边反还好 你这个位置可能会掉在反贼堆里边 然后也不需要太多距离啊 真姬不会断杀 每回合奏反贼一下 一般人也是受不了的 没有那么多闪的 而且真姬自己回合外的这个防御 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 AOE的时候呢,他又不缺杀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五谷开完了以后呢 不练尸也没有找到太多的装备 然后扔了一个闪跟一个桃子 手牌质量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他这个铁锁被落走了 有人给无限没 没有无限 然后我看一下 娘娘这轮有爆发没啊 肯定是优先打不练尸啊 即使知道灵统是反贼 也没必要打他 打他给他卖血 发动旋风 铁锁连环 好,我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骑手就有个减一马 骑手牌减一 然后布练尸就给我撸了一个加一马 好,这样的话呢 他这里面是挑流明皇后的大忠臣啊 因为考虑到手牌要保持三牌过 就没有去杀布练尸 布练尸也气闪了 他可能觉得杀到没意义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时候由于祝容没有挑身份 我认为啊,孙错主公局的这个祝容也是比较偏中的 因为吃了AOE也不应定敢放啊 放了的话,你对反贼伤害是比较大的 好,我们这里边这个也不要杀曹丕啊 曹丕又没有名桃 咱们,然后再说翻真机也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下了真机的加一马跟主公的这个距离 这个是场上比较显而易见的 需要下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下了加一马,布练尸有距离 还可以有属性杀,可以杀杀真机 好,咱们给曹丕误解,乐不思数 看看曹丕能不能起距离杀一刀真机 过河拆桥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里边他不应该拆我的啊 因为场上没有名的东西需要拆啊 这里就是暂停和大家说啊 就是说场上如果说有怪石斧 或者说还有别人有距离 那可能这里边曹丕是很希望我把藤甲录掉的 对吧,一个是我手里边有南蛮 再一个柱绒如果是反的话 南蛮我还是可以开的 还有就是说打真机的话 有藤甲的话 你这个摸属性杀是比较难的 他可能希望我拆了藤甲 但是另外一张牌 没有什么特别名的牌啊 比如说挂出来的武器或防具之类的牌 或者是谁手里边的什么名牌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我失去了一个简易码 包括就是说简易码以后还可以顺别人呢 还可以兵别人啊 就有个简易码 毕竟是好一些的啊 这里边这个曹丕 这个拆他就 他想拆什么 他就拆好了 拆对我的简易码没有意思 而且呢 就是说反贼的阵容 无论是曹丕不练 是加灵统 在家任何一个人 是谁 我们反贼都是缺输出的这么一个阵容啊 好 我这就拆他手牌了 他刚刚五股拿了个名桃子啊 你说他要拆什么 就拆什么好了 然后这里边加一码 我觉得应该挂 应该挂一下的 旁边还有一个柱绒 柱绒还是挺像中的 好 这里边柱绒跳忠臣 他拆我灵统的手牌啊 因为这里边我是旋风的时候 吓得孙策的这个瓷用双骨剑 跳了一个明皇王的反贼身份 然后他去杀法证 没有杀曹丕 更是中了啊 很中了 跳的 这里边呢 法证看不懂身份了 他去拆张春华的奔赃村段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说 他认为杀主公的就是反 那张春华跳的也是一个内啊 即使你这么认为的话 杀孙策勒草批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反贼的话 然后 然后这个法证 我这时候又给他标了中啊 貌似多了一个忠臣 就孙策局一旦打出来 四个中 一般都是七反啊 打出这么多忠臣的话 那 那主公应该就很好打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吧 有些牌可能是他虚抱 包括决斗制度的牌 不练师这一下就被直接打了求逃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我是没有闪的 其实手牌没有闪 他这里边去打不练师了 不练师也没闪 那估计手里剩了 还有桃子吧 那我也被 我也被坑掉一些啊 这时候主公估计也懵了 就看到三个反贼 就他就说 我们只有三个反啊 我没有桃啊 看谁出桃 草屁出了桃子 助龙这时候就开始忽悠了 他说他是反贼啊 因为他跟法证跳的实在是太重了 就这个乐 你乐明的吗 对不对 我想呢 其实这局就反映了一个路人局啊 这个孙策局的路人的孙策局 他的优势所在 反正呢 他这个看不懂身份啊 或者说助龙看不懂身份啊 总是他们俩有一个人 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坑爹的 因为他们没有看得懂身份 好 这里边追一灵桶啊 给灵桶回一写 看看能不能给灵桶追一点装备什么的 起个神装 好 这里边我是 给自己打无蟹了啊 我觉得真机起个二的距离还是不难的 给助龙打无蟹了啊 好 然后其实无蟹可以考虑不打的 真机扔桃子了 哎呀 手里几个桃啊 这时候啊 大家你看我又来捡一马了 你说这曹丕 非得刚拆我捡一啊 要不然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把孙策起因弓给录掉 好 我们这里边开AOE啊 相信助龙是反贼 对吧 他在这说他看错了呀 什么什么的 咱们就把这个AOE一开开 好 然后曹丕七杀 没有杀助龙 好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男蛮啊 大家看 无论助龙怎么说 怎么说他看错了 什么的 这个男蛮开的就很有问题啊 现在我们反贼只剩三个了 无论助龙跟法正谁是反贼 曹丕是缺乏输输的 并且他没有距离 灵统呢 也是啊 一个是说缺距离 再一个灵统也不是一个输输武将 出杀你就没有排旋风 那个不旋风你就是白把 对不对 靠自己裸摸装备 小小的进行一个这个旋风的话 是比较吃手气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 依靠曹丕 依靠这个毕竟主中方 这个张生华偏白一些 孙策被翻了 然后法正呢 也是一个摸牌白 只有真机能大落神 但是他摸到桃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真机刚才扔了个桃子 就是说我们看看能不能在 我们反贼活着的这么几个 有限的回合内去秒掉孙策 这个是反贼现在唯一的出路啊 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个实力 去先和谐忠诚 再为官孙策 现在我们反贼已经不具备这个实力了 无论诸容跟法正 谁是反贼都不具备这个实力 那么反贼的目标现在很一致 就是秒孙策 秒了就秒了 秒不掉的话 他觉醒那就再说吧 而且现在就说反贼死了一个 内奸一也应该跳了 好咱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现在孙策已经被翻 你这个时候再开AOE的话 你让曹毕翻谁 真机 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秒真机 不是秒张胜华 我们是秒孙策啊 所以这个AOE完全可以等一回合再开 等孙策翻回来 翻回来了以后 我们秒孙策没秒掉 包括曹毕出完牌 就下一回合我出完牌 曹毕出完牌 孙策被打到一血也好 还是被打到凉血也好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继续开南蛮 然后让曹毕再卖血翻孙策 这是比较合理的啊 现在翻真机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这里边咱们看一下 他这个南蛮开的有待上去啊 如果他是反贼的话 然后这里边曹毕一排翻真机了 好 然后我们看朱镕啊 朱镕扔了两张闪 就这个时候秒主了啊 法政居然还给孙策送闪啊 想不懂啊 你这个时候秒主了的 你都不如 哎呀 这他也他也没有什么好旋风的啊 他不如跟灵桶玩一下装备的好啊 反正我这个简易嘛 也够不到孙策啊 不如把我的简易撸了 给曹毕 或者是给自己之类的 都行啊 我这运气好 又来张八了 我们现在因为已经被打到一血了 然后我们就杀曹毕 孙策手里边是有个鸣闪的啊 没有闪 法政刚给他鸣闪 好这里咱们看一下啊 曹毕这里边 我不知道秀才有没有反应出来啊 就是说 这时候法政已经跳反了 对吧 因为在孙策被翻面凉血的时候 他这个给主公送闪 貌似是跳中 但是他又杀了主公一刀啊 这明显是 这曹毕在这里呢 孙策是会被一血翻面的 很难觉醒的啊 所以他这个行为还是比较偏反的 而且关键就是他把这个距离给了曹毕 那么给了曹毕的话 曹毕这里边应该考虑去配合队友啊 你要考虑配合一下你的队友 就是去进行一个输出 对不对 那么你有麒麟弓了 你有麒麟弓的话呢 你这里边就是你够的到灵筒 你这个铁锁就不要这么连 对不对 你要连真鸡 坑真鸡两血 避真鸡吃桃 因为真鸡扔过桃子 那么你这个时候这铁锁应该连 真鸡和孙策 然后火杀灵筒 灵筒这一血肯定会卖的 现在灵筒是四血啊 然后灵筒掉血坑真鸡两血 孙策也掉一血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孙策现在是有名闪的 结果呢 他这里边去杀祝容 祝容还扔了那么多闪啊 我们看一下祝容啊 祝容说 意思说草皮顺他了 好咱们看一下 球桃会球到真鸡这里的 真鸡应该是有桃子的啊 出桃了 然后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草皮打的是有问题的 他这里边把灵筒的血坑了一血啊 你应该坑真鸡啊 逼他吃桃子嘛 我们看一下啊 这时候就是 这个祝容他是中内什么的 也该跳了啊 估计祝容手里边都是桃吧 他现在受草皮人头了 这是忠臣啊 大忠臣毫无疑问的 现在就是说张春华第一轮跳的比较内 这个也不能说跳内啊 张春华第一轮跳的就是个忠臣 但是呢 他一直都没有再跳任何的身份啊 一直没有再跳 所以现在我不确定谁是哪间 三个忠臣都跳在这里了 那我们看法证这里边能不能杀孙 能不能这个 然后这个祝公自己吃桃子了 然后祝容装托管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就是说张春华五谷没有开 其实就是说祝公一喜啊 可以考虑开个五谷吗 给大家 如果有桃子 一旦有桃子的话 真鸡先拿啊 包括就是有闪什么的这样的牌 毕竟现在反贼只剩两个人了 输出孙色还是偏难一些的 我允许好 又来个简一码 这里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啊 我是想瞄主 那么我们就得去清这个主中方的桃子 现在已经确认祝容是这个忠臣了 咱们去下他桃子 好 然后再下他的手牌 然后就说这个顺手顺什么啊 我是比较纠结的 我想就是说顺了一个装备 然后顶掉自己的装备 因为我现在四个装备都齐的 顺了一个装备 然后顶掉自己的装备呢 继续把这个祝容的桃子给炫了 而且呢 还有就是说张生华他刚刚弃五谷了 所以我觉得张生华还可能有桃子啊 他只有有桃子情况下 在孙策一血的情况下 他才会弃五谷 要么的话应该开五谷啊 给这个主中方找一找这个防御牌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下这个张生华的手牌了 嗯 后来旁观的观众跟我说 是可以顺这个法证的斧头的 毕竟我红沙是触发激昂的 再说孙策可能还会有闪 他是为了故意博觉醒 没有闪啊 所以就是这里边 那个他们认为我应该顺斧头 灌出去 然后强受孙策啊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这回合 这个比如说真姬如果还有桃子的话 毕竟真姬曾经扔过一个桃啊 我觉得在主攻比较危险的时候 扔桃子也不是很明智 所以我觉得真姬可能还会有桃 包括张生华都可能有桃子 所以呢 这个因为我宣风张生华没有宣风掉桃子 我是想留帐八 即使说孙策觉醒了 因为我灵桶状态非常的好 现在是神装三选 他不敢扒我 觉醒了以后呢 像灵桶真武将 他摸牌白很可能会断纱 有帐八的话 如果有一张黑牌什么的 还可以一起拍出去啊 或者哪怕都是红牌 也可以说不缺杀这么一个状态 咱们可以去考虑 在孙策觉醒以后 继续去打主攻秒主 觉醒了的孙策 就没必要跟他耗了 就尽量秒他 然后反正这里边断杀 也没有红桃牌 然后他就表示放弃托管了 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 这个没有看懂身份 打了个乌龙也比较郁闷 我觉得反正这个武将能 这个玩家啊 他充分体现了路人局 孙策局的这个优势在这里 你一个反贼 翻二 没看明白身份 打乌龙了 就会给整个的反贼团队 造成这样一种状态啊 你这个勒布斯鼠勒队友 然后呢 还去拆忠诚的冰凉 然后你这个选将呢 现在是孙策比较怕他啊 比较怕恩怨 早期的话是根本不怕的 反而是帮人家觉醒的 我没有桃子啊 孙策这里边过来拆灵桶桃子 没有桃子啊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变成这种局啊 变成这种主 主反中中内的局 这种无人局啊 这种无人局好蛋疼啊 再就说吧 孙策的这两个忠臣呢 也不够嘲讽啊 在孙策觉醒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孙策觉醒以后 如果有个忠臣很嘲讽的话 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啊 现在根本看不出谁是内奸 然后孙策这个无胁 给这个张生华打了 他也因为手牌一出吧 娘娘说 为什么不让撑哥连赢呢 AK不应该挂啊 应该刘芳天的 刘芳天的话 有距离嘛 下回合他不断杀 还可以继续捅灵桶的 现在不就是拼八卦吗 灵桶摸个闪都难啊 所以就是留距离比较好啊 这时候这个是跳内啊 张生华已经跳内 体讯飞幅 飘忽若神 然后我们现在的春歌 也比较危险啊 只有一雪 可能初期由于这个 真心一直挂腾甲 他没有办法跳内 张生华没有办法跳 好 然后四雪的大灵桶 忽然之间就变成一雪了 不懈可击 自损八百 可伤敌一千 这样的话 看看我能不能有爆发了 有一个装备和一张纱 都可以考虑去秒顺策 好 可惜没有啊 咱们这里边就下了AK 下了这个青龙刀 因为我有加一码啊 就是注农裸摸一个距离 还是比较难的 真机裸摸距离的话 也是看他的运气 然后咱们留个固定刀 一旦下回合 这个能摸到一张纱的话 可以争取把这个孙策旋风光去秒他 去抱他 好 我们这里边要寻求小内的帮助 对不对 毕竟那间 现在想赢的话 一个是得杀中 再一个不能让我被收了 因为如果我死了的话 张生华估计两轮就被打死了 就看那间连赢的牌 有没有桃子了 藤甲好东西啊 如果 如果我挂的是藤甲 是不是啊 是不是就更安全一些 现在就是说 真机这个武将张生华打不动啊 好 我们看一下 他打了 真机也能闪的啊 黑牌就能闪 其实都不用孙策补牌 真机自己裸摸的黑牌就够了 我觉得孙策这刚刚那一下 可以考虑补助容 补助容好一些啊 给助容补个距离什么的 好 然后 好 这里边就是 现在就是这种 在这种生死回合 张生华看他救不救我了 嗯 他救我的话呢 就是我在 我的回合 可以考虑 能不能把孙策秒了啊 真机敢看 他们入侵 就是手里有桃子才敢放的 好 我们这里边 这个旋风孙策的手牌 对吧 运气很好啊 居然还在让九杀 虽然杀是红色的 然后把真机的手牌下一下 看他有没有桃了 好 咱们杀孙策 这个就虽然不能报局 但是只要他这样的牌 不是闪桃 这个就算九杀中了 嗯 然后这个真机没有桃 脱管了 好 大家就看一看吧 就是在孙策主攻局 一旦反贼初期的这个 打出乌龙来 然后又没有优势 你坚持到最后 这也是说跟内奸寻求一个帮助 因为内奸你想赢的话 忠诚的状态特别的好啊 肯定是要出刀旧灵筒的 我们这个运气也好 我这装备留啊 装备花花来 虚报了一个古定刀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啊 其实这个刀不是古定刀 也无所谓 它的作用主要是把孙策手牌 给旋风掉 然后顺便旋风一个 这个主中方的一个桃子 真机是人亡跟闪 我个人觉得吧 就是说 这个孙策局 他对所有玩家都是一种考验 他考验忠诚 没有错 他考验内奸 他对内奸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孙策可控啊 虽然这个武将就是说 因为你觉醒瞬间 需要内奸给你出桃子 觉醒以后又偏强 内奸单挑不一定挑得过 但是孙策这个武将是可控的 是在内奸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另外他对反贼也绝对是一个考验 反贼不要认为 孙策就是个大白板 我们就选些弱兵武将 虐孙策就行了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打过很多局 这个反贼只要一简缘 孙策局马上就 就变成这种主中的优势局啊 往往内奸都是直接跳反 当反打的 所以就是说 反贼呢 在孙策主攻局也不好打 需要谨慎一些打 需要这个辨别出大家真正的身份来 不然的话就容易打乌龙 就像这局这样 再就是说你的选将 一定要注意选将啊 像法证这个选将 我也不知道这个路人玩家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呢 我觉得法证很好的代表了 就是如今online的这种 孙策局虐菜的这种感觉啊 你想不被孙策虐 你就需要有火眼金睛 你需要有一个判断身份的 初始的判断身份的能力 然后就是不要瞎选将 你这个 这个法证在孙策局当反贼 不是很合适啊 即使是顿边反也不合适的 嗯 好了 关于这局比赛呢 虫子就跟大家叨过这么多 嗯 这是一局虫子没有打酱油啊 从头活到最后 一直到取得胜利的一盘录像 很少见的哦 也很宝贵的哦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时候呢 嗯 该到苗主的时候 就不要再抱着那种 什么什么 打了终身在围观主公的信念了 嗯 只要确定主中方的桃子 差不多没有了 或者说清单点桃子了 就可以考虑去推主公了 嗯 然后呢 嗯 就是说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寻求内奸的合作的啊 像这个 就是说内奸 他也没有机会跳 因为张春华有腾 因为真机有腾甲 他一直没有机会跳内 终于录的腾甲 可以跳内了 也不怎么能打动真机 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跟内奸合作呀 求内奸救自己 对不对 因为我死了 内奸就输了 我活着内奸就有一份希望 我活着反正有一份希望 好了 然后 这一比赛就到这里 祝大家游戏的开心 啊 另外呢 就是我的新浪微博 大家的 有的人可能没有优酷的账号 不能关注我 那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可以收到我每天 发的这个最新的视频 然后呢 我的新浪微博呢 就是 只是一个 专门玩游戏 为这个三国沙游戏 而开的微博啊 它不是我生活中的 这个微博 上面大部分都是 关注我的 都是一些喜欢 三国沙的朋友们 然后有人就会说 从中你要不要 就是发一些 什么自己的照片啊 什么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呢 我也被大家忽悠的 发过几张照片 但是不是我生活中的微博 所以呢 大部分都是跟游戏 有关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大家 想看视频的朋友们 如果是你没有 这个优酷ID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这样所有的 关于一些视频的评论 或者是一些分享 视频的分享 包括别的解说视频 我觉得好的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都可以在 新浪微博上看到 加我的微博关注 就可以了 我的微博ID呢 跟这个 优酷ID是虫名的 都叫昆昆宝贝虫 好了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 另外呢 虫子呢 在着手做这个 鲁素的这个 专题啊 一直在 做鲁素跟 炫酷的专题 如果有这两个 武将主视角 打的好的 欢迎给我投稿啊 我都是 因为我现在 时间比较有限 这个每天 几乎也没有什么时间 来看录像啊 所以我只挑 优酷里边 炫酷跟鲁素主视角 跟内奸主视角的看 大家就是有 内奸主视角的 还有炫酷鲁素主视角的 优先发我 优先发过来的话 我会优先看的 另外就是说 所有录像 是不可以刷手细卡的 想上镜的朋友们 赶紧发录像咯 好啦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